今年只剩下短短20天 入口网站是票选了2020大年度热门新闻 第一名就是涉贪的林毅士 而其次是明月四起的邮电商长 还有劳保基金濒临破产 社会新闻部分是由李宗瑞跟马凯尔占据新闻版面 前行任院秘书长林毅士卷入贪污官司这一幕 成了一年来新闻KIDO大头条 这位马总统一向以青年自居 旗下大将却因为涉贪让执政形象会愉胆 只不过让人民气得牙痒痒的 还有不少消息 网络媒体就票选2020大热门新闻 最有痛绝的邮电商长位居第二名 劳保基金濒临破产的讯息紧追在后 全和人民血汗钱息息相关 而让人记忆犹新的社会新闻 你不会忘记被全民通弃的富少李宗瑞 涉嫌拍下众多女星的私密光碟 还有这个骂KIDO烂醉后的疯狂行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